2006年半夜12点,副导演敲开了杨子的房门,从此,他的新途发生了巨变。 杨子这番自爆,难免会让人把此事与家有儿女下雪,幻觉联系到一起。 2004年,杨子凭借在家有儿女中的精彩表现迅速爆红,成了家喻户晓的国民同心。 但第三部播出时,下雪一绝竟然被换成了宁丹林,一时间,杨子不敌资本运作,惨被幻觉一时闹得满城风雨。 紧接着,顶替杨子的宁丹林,被曝在地下停车场遭人殴打,因此在父母的建议下,决定退出电视剧拍摄。 但杨子饰演的下雪,太让人印象深刻了,导致观众一看见宁丹林就出戏,所以,第三部家有儿女的收视率持续走低。 在不复早前的辉煌战绩,张一山宠杨子是人尽皆知的,杨子从不怕梗掉地上,因为她知道,张一山会回应。 在走红毯时,张一山会默默地在之后为她提裙摆,因为杨子穿了一双很细的高跟鞋,走路不是很方便,等到要下楼梯时,她的手很自然地伸向张一山。 一次节目中,杨子是飞行嘉宾,张一山本就身体不适,却因为有她在,所以还是参加了节目。 杨子见到面色惨白的张一山,又气又心疼,直接扑到她怀里。 杨子生日时,张一山带着一帮兄弟,为她唱作《你的男人》,青梅竹马的故事太甜,所有人都在问他们什么时候在一起,到底什么时候娶杨子。 杨子曾评价张一山的好,我觉得,如果只能一个人走出孤岛,她会把这个机会给我。 而当杨子因为恋情而被所有人骂时,张一山安慰她说,就算全世界都背叛你,我都会站在你的身边背叛全世界,希望多年以后,他们还能像现在这样相爱相杀。 两人不仅同喝一碗胡辣汤,秦俊杰还旁若无人地为张雪莹吃饼。 一时间,张雪莹疑似插足杨子秦俊杰感情的丑闻满天飞,而她的工作室,曾发表紧急声明撇清关系。